那我发现在这边写程式会是一个 立即写程式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之后我可能先写好 那再来给各位看 因为程式越来越长 那越来越长之后要立即写会是一个问题 而且环境我会尽可能想办法让它可以有Intellisense 好 那这是我们刚刚的专案 那这个专案我先执行一次给各位看 那它到底是做什么呢 我有一个按钮是请按我 当我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你好的对话框 而且有一个吐司 这个吐司是一下子就不见了 那这个临时讯息我们叫吐司 那接下来我按下OK 按下OK 我再让它出现另外一个临时讯息 然后就结束 目前这个程式是这样 那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说 我按下去有互动 这边按下去有互动 OK 然后有两个讯息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的范例其实并不是难的范例 还蛮简单的 但是Android的范例从现在开始 我想就会越来越长 那越来越长的结果呢 就是各位那个程式码 你会发现我越来越必须要 必须要Java很熟 然后对整个Android的架构也开始要越来越熟 才有办法理解 因为你会看到这里一大堆点点点 这点点点就是之前我们讲的 传回历史之后 你就可以这样一直点下去 对不对 那另外这边呢 Set Positive Button 这种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影视继承 就是那个内部类别的影视继承 那这个就是内部类别 那里面还有影视继承 OK 那大概这样 然后这个一直点下去 点到后来 这边还在点 叫它显示出来 这些都是在设定那些标题 讯息 栏位 这些东西的 然后要不要有按钮 如果要有一个OK的按钮 就要这样继续写下去 那所以它开始会觉得 让你觉得那个层次有点多 有点复杂 但是Android的程式都是这样写的 你务必要习惯它 否则的话 接下来的Android程式都写不下去 所以我们整个程式码都有贴上去 连专案 你专案应该都可以直接下载 没有问题 那用法呢 就是解开之后一样 在我们今天教各位Eclipse里面去 去New 然后开启一个已有专案 就是New的时候 那个Default把它勾掉就可以了 那大概是这样 请各位去试一下这一个程式 直接下载 然后执行好了 否则各位重打一遍 我想一定会有错字 那有错字的话呢 就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你可以先试着 先下载下来 那去看懂 之后你要自己再写或修改再去做 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边 我们从8点10分上到11点 那所以接下来就下课了 所以11点以后各位可以离开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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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